各位中青,黄县村的护老先青们,大家中午好,我叫黄塞群,是福建安特集团有限公司的董事长,我是黄岸工的第39代师孙。 前不久,黄县村的几位中青到我办公室,邀请我参加此次祭祖大典,我非常感动,又十分幸福,对于先青的申请,邀请,作为黄氏主亲,我没有理由拒绝。 并且愉快地答应了作为黄县文化研究中心,远久荣誉会长的邀请。 黄氏同心,黄县土,主选其心创辉煌,借此祭祖大典,我谨向黄县村申请,至于热烈的祝贺。 先来参加活动的福建各地中青,表示感谢。 同时,向广东,珠海,浙江,泉州等地,远道而来的各位先青,表示热烈的欢迎。 水游远,树游根,信誓游祖宗,混祖敬祖,历来是中华民族的幽怜传统。 我们共同,我们共同,近年的祖先黄县公,自坦代进入黄县开机。 一千三百多年来,一千三百多年来,私立传接,忠孝,甘党,科解联芳,莆田环市,一脉仙城,鸡房叶茂,远远流产。 作为蒲原,黄县紫,紫色的一员,作为暗工的后代,我感到非常的骄傲和自豪。 其实在此之前,我已经尽我所能为我们黄县祖庭,国防市,做了一些修建工作。 这几年来,先后筹资一千多万元,用于国防市的修缠工程。 这也算是为我们黄县祖庭,为黄县公里,做了一点应有的贡献。 念学脉先通之情,是同中共主之意。 传承先通,优秀文化,既需要广大中青的支持,更需要多众由元件,由责任心的街主精英。 恒冷知识,平身而出,带动整个防市街主的兴盛。 今后,我将一如既往致力于黄县文化的发展,并将带领和团结海内外,黄县宗庭, 迎聚情谊,发言祖训,效忠敬祖,共建美好街园。 最后,希望黄县宗庭们,能多到我们的黄县祖庭,国黄县,尽先拜华,让国黄县的生活,更加兴旺。 咱们黄县子孙,一定会越来越繁荣昌盛。 谢谢。